兩會就離開了 今年有甚麼熱點呢? 不是投資者主題 亦都不是經濟目標 話題反而圍繞在修憲 和財金官員的人事調動 2014年一帶一路 2015年港戶聯網家 16、17年的供給則 以至區域改革 一年一度的兩會行程 今年又有甚麼熱點呢? 匯豐就列出五大主題 十大前載秀惠股 沒甚麼新意 都是圍繞在供給則改革 環境保護 製造業消費業升級 和一帶一路等等 推薦的股份包括神話 中車、華神和平保等等 中國中車股的潛在升幅最大 說近超過四成 每年去到兩會 股市都會傳出維穩的消息 今年都不例外 外電引述消息說 中證監要求部分基金 在兩會期間限制賣盤 前政監會主席開會前 直接受訪問 大談資本市場重現監管的偉論 所以資本市場改革 亦都成為今年的焦點 看回去十年 相政和國旨在開會前後一個星期 平均升到超過百分之一 但在開會期間 官網情緒濃厚 平均都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今年兩會 是中共十九大之後第一次會議 亦都被視為新時代的開始 所以修憲、機構改革 甚至是人事變動 反而蓋過經濟目標 上個月底 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修憲 建議取消國家主席 不可連任超過兩屆的規定 令人關注國家主席 習近平 第二個任期在2023年接觸之後 是否會成為國家的終身領導 人事調動方面 最受注視 莫過於人行行長周小川 是否一如全民在3月退任 而習近平的戰狼劉鶴 又去問能夠以大熱之態 打低幾位對手 接任副總理的同時 新兼馬人行行長一職 由於中央在過去一段時間 多次提到 經濟重質不重量 所以市場已經預計 持續去槓桿 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 經濟指標失去重視 匯豐看GDP的目標 繼續定在6.5% 通脹比去年實際數字略高 廣義貨幣增長M2的目標 方換比較明顯 增速由去年的1成2降到去1成